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我原本就想著在 慢慢慢慢 各位我原本想著在這一個外 就鄉下梁 梁山古達國的元件 我們是抗議小賢子的船具 我們不是針對任何一個投票 梁山奸 梁山蠢 市民不能選 我覺得 我就這樣走進來 都要攔住 我還是1200個的特殊選民來的 你說梁山的氣量是怎樣 就是我 就算我是攔住 攔住路跟他講話 終其一 所有參加選舉的候選人都希望跟選民講話 原來 小賢子選舉 是連跟選民講話都不用 那麼他下區做什麼 他跟選民講話 第一 就是他找羅范昭奮 去做的 這個競選辦的主任 是議民為定 羅范昭奮做了公職工作 每次都是 要被迫來 就是被迫落海 無論處理教育 處理其他事 那你今天找羅范昭奮來做競選辦 即是說 末拉拜保共 即是說董建華愛將 即是說 梁振英當處董建華回來 他英文不惜 他在說你不用這樣 你不用這樣去開香港一個環節 羅范昭奮做教育 做個場秘 千夫所指 做到要下台 做這個聯署又要走 是不是 涉嫌因為范雄凌 中信貸富事件他又不來 那你 即是我 我入來講的我都是應該的 但是會展的 那位就說 梁議員你不好意思 因為你是不可以入來的 我都是不明白為何 私人地方 那我看大家問一下梁振英 他不是在私人地方那裏 客廂作業或者參選 我現在還要去找他 現在 你想去找CY聊天都已經不行 你能否上台之後 對你的政治生意更加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打壓我們 我講過了 即是說 如果梁振英上台 即是回復董建華時光 董建華時光是甚麼呢 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傲慢 專制 任人為親 梁振英就是他委任 做這個房屋 這個特別的房屋委員會 搞到整個居住環境就是這樣 梁錦松 就是做教育的 就和羅范超勳搞到教育這樣 你今天和羅范超勳 拜佈復活 現在是挺開心的 即是梁振英 幫董建華回案 梁振英就是董建華委任的首席行政 會議席來的 做了那麼久 他遠認識董建華 這個 我當然看不過眼 香港人這麼辛苦才把一個溫軍放下台 現在找溫軍的這個語役 找溫軍的一個打手上台 兩樣都有 又打又溫 我自己來到這裏 昨天我也有去找唐先生 所以其實我不是針對任何人 但你要看到就是姓唐姓梁 這個豬狼賽跑 這個市民無奈 這幾無奈 即是如果就算我去選 找不到一百五十個人支持 是 那一個問題呢 就是小朋友當中 有些事情是為了 豬狼主席 那些會是很相當的 那豬狼雜交當然是很大一件事 我覺得一個蠢人 做特首就大家娛樂性多些 笑話多些 那個人就很慘 一個奸人 一個狼狼狼狼狼 那就是等於可惜 大家不是妙常 我沒見過眼神 今天阿佛阿佛 我只想請問他 他一董建華 他為何不奮而辭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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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個黑魯夫 上了台之後 問下面的人 有人問他 你很熟 你很壞 你很壞 我剛才寫了一張紙 就是因為我沒有私人 我就好像不出聲 我不是很壞 不過我沒有錢 我也是 我可以整個問題 今天香港人 是沒得選的 選擇糖 就少了多 選楊振英 10港元貿易 少了解 你是從港人的價值 全商敗物 他還說 我是有能力的 你選個人選到這樣就有能力 一個CEO 選擇一個棄補前途,或是一個批凶公款 要辭職的人上去做CFO 都是叫做有領域 麻煩你了,梁振英 你問一下羅范昭芬在教師的心目中 是有什麼印象 你問一下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羅范昭芬是否不停這樣哭 說我是對的,不過我要辭職 你梁振英今天已經是第一件事 就是跟香港人為敵了 就是一個香港人珍負的人 一個地法庭說他牽涉關於學術上的人 今天坐在這裏說,我回來 這個跟原來一樣 我自己覺得我沒有辦法 我只有代表市民說幾聲 大家可以看到 要不然我走進去那裏就不太好 可不可以詳細說,你是避充了還是跟香港人 我來過就在門口 由示威有橫額的 接著會展的保安就說 你先在這裏等下 我說等下,我等10分鐘 接著我就不等下 不如這樣,我們把橫額等下 大橫額進來 急功效、梁沙特 說要找一下 我沒有理由 因為每個人都能進來 喝咖啡也能進來 喝酒也能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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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不能進來 我沒有理由,他就嚇死了 八個人 其實我是選委 第二,我是中國人 我是人 你應該不認識 他說梁沙特 作案 我不知道梁沙特 作甚麼案 奉他聲量就不自一 奉他唱歌,法律就不自一 對不對 即是我覺得 有時 我應該是一點不夠的 那大家,你們的堂家 有些在市面上 我感覺到這種人長 我跟警察說 我跟警察說 喂,他歧視我 他就說 人生是走回去 要走近路 我說 他攔住我 他說 你不要阻止走 我去走 我去走 後來 受罪而著兵 後來我罰 即是罰觸犯 再貼進去 我遲早見到他 我覺得CY有膽量 現在我公開天前 我一定去第一個 他都要搭他 為甚麼選擇我 他要搭他 為甚麼選擇我 他又說要到處找人 他真的要找人 他要做領袖 我們領袖為甚麼選擇我 羅范昭奮有甚麼出不忍之處 是否因為他是犯人 是否因為他曾經涉嫌干涉 學術自由 是否在教育 我一夾的時候 令到前晚 那個教師反映的那個政策 你 實際上說 即是 你現在只是選擇我 一個領袖選擇人 選錯了 你答案 毛澤東選錯 林彪答案 外東選錯 四人幫 一個領袖 可以選擇人 選擇一個 一個香港人 憎悟的人 其實是共和 董建華 就是香港人最憎悟的人 他又要擁有的贊助 我覺得 即是 事到今天 所謂甚麼民望 所謂甚麼民情 其實在他們的腦裏面 只不過是我們 好 我現在還是上去找他 有幾天好